昨天舉辦的台灣同志大遊行 現場發生了一個插曲 就是有民眾在北市府前面的廣場 疑似是遭到辣椒水的攻擊 造成當下一度難以呼吸 手捏鼻子雙眼泛淚 伴隨後幾聲咳嗽聲 女子無助的看向四周 因為她疑似遭到辣椒水攻擊 讓她嗆得完全喘不了氣 四周位瞬間疏散 因為味道太刺鼻 民眾根本無法接受 甚至身上出現多種不適的症狀 當下的情況是 我在幫我學妹拍照 然後我在拍著拍著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覺得整個東西 有東西滲透進我們的鼻子裡面 然後大家就開始狂咳嗽 然後大家就一直在流淚 然後我就趕緊叫我學妹說 快點走 快點走 快點離開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也趕緊戴口罩 所以那時候就整個覺得 還有身體就覺得好像很辣辣的感覺 皮膚上多處紅腫 搔癢 鼻腔遭到嗆傷 沒有辦法呼吸 女子當下相當驚恐 要身旁朋友們趕緊疏散 並到一旁醫護所求救 不過發生這樣的事情 也讓他們的興致完全消失 滿滿人潮 臉上掛著開心笑容 26號下午 台北市政府前廣場 舉行的愛心同志遊行 不少民眾盛裝打扮 前往參與 赤船出有人遭到疑似式 催淚瓦斯及辣椒水的攻擊 不過警方目前沒有接獲 報案通知 但以辣椒水等有害物體攻擊 恐怕會觸犯刑法傷害罪 面臨罰則或是牢獄之災 記者是社華亞主台北報導